大家就想到了最近这个要调降关税嘛美国 然后G20也要开始举行了开箱 这Blinken要跟王毅见面 据说王毅也要因此就是拉拢一下中国大陆 事实上中俄也可以分手一下 对不对 我们用关税来交个好朋友等等 那但是倒是这个C919跟这个CR929 没有错 为什么有了C919之后我们还要这个CR929 不过当然这个目前看起来是已经破局了 很多很多的分析刚刚介大使都说了 但是你看看C919短时间内 难以满足国内市场的庞大需求 为什么呢 因为介大使说他是使用很多美国的一些零件 但是美国不管如何在各个领域当中 那个打压的手永远不会松 那美国又曾经认为这个C919 其实这个产业也跟解放军关系非常的密切 所以他被美国国防部跟商务部 过去都列入过清单 制裁清单 投资的一些制裁 贸易的制裁 你看他的引擎啊 电力抑压系统 全部都仰赖美国的供应商啊 这制裁的行动一下去 完全就影响了进度啊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是不是变成了两难 第一个 他跟中俄分手在这个项目当中 大陆的思考还是跟国际对接嘛 也不需要全部 把这个西方全部一篮子砍断 但是你在对接的过程当中 你有摆脱不掉美国的影子 美国的阴影 美国说制裁就制裁 说翻脸就翻脸啊 那这样这个路怎么走下去 我觉得刚刚秀华华姐 丢给我超多问题 我觉得现在客机这件事情 我想到两件事情 当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第一个事情是说 它跟这个法国采购 这么大的史诗级的 这样子的空八的订单 其实我想到的是 另外一个关键字 叫中欧投资协议 中欧投资协议 它其实原本这个 要不是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话 也许今年是有机会签署下来的 在法国跟德国这个领导的这个人 选举完之后 底定之后 今年是原本是有机会签署的 那当然美国是极力反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订单 似乎中国大陆的国策 也未必要把他的眼光 全部看在美国 跟美国对抗之上 他其实要在欧洲这边交朋友 这件事情 这有什么不对吗 很对啊 然后另外是讲到说 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合作 我觉得其实在这一步 在战争当中 这个要把这件飞机的事情 拿出来讨论说 中欧关系是不是出现什么变化 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 应该都不会认同 这样子的说法 那至于中美关系 讲到关税这件事情 其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要降关税的人是谁啊 是那个通膨 已经快要受不了的美国啊 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评论 那个评论其实我觉得 看了之后会让人家就蛮心酸的 台湾也许未来不久 也会遇到这样子状况 就是呢 通膨已经涨到 大家都受不了了 通膨率可能8% 特别很多核心物资 民生物资都涨了 结果政府会跳出来跟你讲说 实质购买力没有消退啊 你还是可以买到这么多东西啊 那代表什么 代表人民在自我 削减我的生活水准 原本我可以买相对比较好的食品 相对比较好的民生必需品 我去买了次级品 我去买了评价品 那其实人民自己在削减 自己生活水准患得 换得那样子的购买力不衰退 怎么政府还好意思 拿这些出来说嘴 实在不要脸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 作用之后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 照顺 我爸 发生了 我爸 我爸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